丰天都和骆青海的交手告一段落 另一边 正在和金铜厮杀的齐天骁 低喝一声 深周光芒猛的一缩 然后急速的涨大 轰隆一声巨响 一段浓郁的灰光爆裂出来 把金铜的身体炸飞了出去 齐天骁面色微微苍白 仍然是强撑着一口气 身形化作一道灰光 飞射而出 金铜被一下炸飞出数十丈远 但身上金光闪动 一点事都没有 这让齐天骁不禁心中一紧 眼中满是苦涩呀 金铜晃晃头颅 缓过了神的 口中一声怒吓 身上金光大放 正要再次追上前去 耳边呢 这时候传来韩丽的声音 算了 金铜先回来吧 金铜犹豫了一下 气鼓鼓地对着齐天骁一阵的张牙舞爪 随后才转身 飞回到韩丽的身边 此时竹龙道的白发金鲜也飞了过来 一行人在大殿一角站在了一起 灰光一闪 齐天骁身影出现在了封天都的身旁 关切地开口 师兄 你怎么样了 此时的封天都 面色仍然是颇为苍白 摆了摆手 然后翻手取出了一枚黑色丹药服下 脸色才渐渐恢复过来几分 与此同时 南梨族古兮老者身形化作一道血光 落在了那鹤发老玉的身旁 四波修士分别站在大殿一处 互成鸡角之势 一时间目光互扫 但都没有出手 金铜飞回到韩丽的身边 落在他肩膀上 目光朝着欧阳魁山和白发金鲜二人 看了过去 怎么又多两个 是好人吗 厉不厉害 此言一出 欧阳魁山和白发金鲜脸上 都闪过一丝古怪之色 韩丽眉梢一动 朝着忽颜道人望去 眼中浮现出询问之意 欧阳魁山和这个白发金鲜呢 似乎已和己方结盟 不过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他一点也不知道 忽颜道人开口解释说道 厉道友 先前情况混乱 没能及时向你说明 其实我和欧阳道主 早已暗中联络 在仙府之中联手行动了 韩丽闻听此言 目光微闪 欧阳魁山见状 朝着韩丽拱手开口 厉道友 多年不见 想不到你竟然已经进阶到金鲜境界 可喜可贺呀 欧阳道主客去了 不管如何 大家毕竟曾经同属于 竹龙道同僚 自当共同进退 眼见韩丽同意 欧阳魁山和忽颜道人心中一喜 韩丽如今所展现出的实力之强 以隐隐可以和封天都分庭抗礼 再加上金铜这只金仙级别的士金仙 那绝对是一大必住 如此算下来 他们一方就有足足六名金仙 反而成了在场最强的势力了 对夺取太乙丹自是大大有利 韩丽又呼地开口说道 有件事我想提前问清楚 李道友请说吧 虽然大家是联手 但我们各自夺到的太乙丹 应该是归自己所有吧 欧阳魁山听完这话呀 面色微变 但不等他说话 忽颜道人已经开口了 这个当然 联手只是对敌 抢夺太乙丹自是各凭本事 欧阳魁山文言露出一丝不悦之色 和那个白发金仙交换了一下眼神 以实力论 他们两个如今算是最弱的 抢到太乙丹的几率最低 只是呼颜道人和韩丽都同意 他们也没办法 只得点了点头 韩丽点点头说道 那就好 韩丽露出一丝笑容 看向翠绿的丹炉 眼中精芒闪烁 先前答应 呼颜道人夺取一颗太乙丹的承诺 已经完毕 他现在再也没有挂忌 另一边呢 骆青海目光朝着 韩丽他们这边看过来 眼中闪过一丝忌惮 此刻九颗太乙丹 才有三颗出炉 剩下大半不必急于一时 如今扶灵宗一方只剩下两个 丰天都可谓是底牌近漏 而且经过刚刚的大战 此刻消耗定然极大 以不足率 反倒是呼颜道人他们这群人 现在他们又有时间领域 和世金仙这等诡异的存在 对我们威胁最大呀 注意到骆青海这只老狐狸 不怀好意的视线 韩丽等人都是心中一灵 方才骆青海一举破开 封天都的领域 竟然展现出太乙境的实力 此刻他身上的气息 虽然已平复下去 但是在场众人 无一不对他小心戒备 呼颜道人的声音 适时地在韩丽等人脑海中响起 大家当心的骆青海啊 他并非是寻常修士 只具有真灵挖蛇血血脉之人 若是我猜得不错 他刚刚应该是服用了一头 太乙境挖蛇的真灵之源 强行施展出太乙境的力量 虽然无法和真正的太乙境修士相比 但仍然不可小觑啊 众人听闻这一话 面色微变 韩丽也是目光一闪 我曾在典籍上看到过真灵之源的记载 是真灵体内的血脉之源 真灵和寻常修士不同 寻常修士陨落之后 他们的原因 神魂等物很难再次被利用 但真灵之源不是 只要拥有相同的血脉之力 就完全可以继承 甚至融合这些本源之力 发挥出远超自身的力量 只是操控真灵之源时 对神魂之力消耗很大 风险也不小 胡言道友 在你看来 方才骆青海施展那一击 是否耗尽了真灵之源呢 应该还没有 以骆青海此人的心机城府 绝不会手牌尽出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千万当心呢 众人纷纷点头 韩丽的目光 一时转向了封天都二人 很快又移开了视线 落在南黎族二人身上 眼中闪过一丝异色 胡言道人注意到 韩丽的视线 传音问道 李道友 你认得这两个南黎族之人吗 不认得 那鹤发老玉拿出的丹药 正是虚原丹 此丹是我亲手炼制 我绝不会弄错的 只是我当时 可是亲手交给的焦三 怎么会落入这鹤发老玉的手里呢 难道说 此人就是焦三易容 但是丹从修为上来看 似乎又不太像了 这两个人不简单 尤其是那个鹤发老玉 刚刚竟然轻而易举的 避开那些十项傀儡 不过他们似乎对 太乙丹没什么兴趣 目的好像是那句 活死人 也不知道有何图谋 胡言道人沉吟着 似乎对鹤发老玉的举动 颇有些不解 韩丽眉头微皱 胡言道人说的这些 也正是他心中疑惑所在 不单单是那鹤发老玉 丰天都似乎对那具尸体 也颇为在意的样子 这具活死人出现在太乙殿 肯定并非寻常的尸体 而且刚刚鹤发老玉 为其虚言丹的时候 那股突然爆发的威能 可非同小可 这具尸体到底隐藏着 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经过了此前的喧闹 此刻大殿中是落针可闻 气氛显得非常压抑 局势也越发的扑朔迷离了 就在此刻轰隆之声一响 翠绿丹炉表面的三条吃龙 猛的亮起了五彩霞光 赫然又有三颗太乙丹 成丹了 金色大殿上空风起云涌 大片金色霞光再次浮现 滚滚翻涌 形成了一个巨大金色漩涡 比前两次更大了不少 这一幕让在场所有人的目光 齐刷刷地望向了丹炉方向 心中同时冒出了一个念头 又开始了 韩丽眼睛一亮不再奋神地多想其他 目光紧紧盯着翠绿丹炉 三滴银色水滴从漩涡中浮现 落在了大殿上 猛地爆裂开来 化为一道道雷电般的光芒 轰击而下 嗡 这大殿各处灵纹浮现出 阵阵耀眼的金光 形成了一片金色的光幕 抵挡住 漫空落下的荧光 两色光芒交织 迸发出阵阵 骇人心神的波动 使得整个大殿 也为之不住地颤抖 不过在场众人丝毫没有关注到上方的情况一般 一双双眼睛都死死盯着那翠绿丹炉 等待着太乙丹出炉的那一刻 如先前一般呢 更为激烈的金光 银芒交织闪烁 落下的荧光很快减弱消散 大殿内的金光随之减弱 几个呼吸之间 二者消失无踪 大殿内再次恢复平静 丹捷又一次安然度过 丹炉上的三头赤龙 嘴巴一张 一片七彩霞光当中 三颗太乙丹从中滚落射出 金影一闪啊 三具金色傀儡 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 分别接住一颗太乙丹 轰的一声 这一刻在场众人尽数电射飞出 扑向了三颗丹药 各色光芒陡然从众人身上浮现 然后猛地朝着周围扩散而去 张开了一个个领域 所有人都没有隐藏实力 大殿内此刻赫然浮现出了八九个领域 颜色不一 彼此交织在一起 感谢各位道友的收听 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 下期我们继续修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